中国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 再度倡议放开二退政策 以改变当前 体制外可以生 体制内不能生 有钱人可以生 没钱不能生的生育现状 实现公民生育权利的公平化 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中 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 可以生育第二胎 这个被简称为双独的生育政策 已经开始放开 而单个独生子女 即单独家庭 却不被允许再生二胎 由此季宝成表示 单独政策迟迟不出 受影响最大的 就是所谓的体制内的人 我们过去十几个情况 已经在双国 我们希望呢 单独的瓦克人 不放开就造成了很多问题 现在正在这段控制的 基本上是体制内 政府机关 国有其次一单 体制外的也控制 农村的也控制 有其他人 这样自然在 现在就实现新的情况 新的情况 这身上问题 出了什么程度 一宝成表示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实施三十年以来 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 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条件 但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 也不可小觑 建宝成说 生育权力的不平等 在几十年前 根本无法想象 目前 中国也是世界上 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长此以往 中国未来的发展 会出现很大问题 所以 面对人口发展的新情况 新问题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必须加以解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